我們看這一題 它如這個圖所示 兩個封閉回路並行排列 如果調整左邊回路的可變電子 這裡有個可變電子 使線路中的電流迅速衰減 這裡電流衰減 就是說 這裡如果有電流的話 那它有持通量往這邊 現在電流衰減的話 那代表持通量變化是往那邊 持通量變化往那邊的話 那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裡產生的電流的話 會產生磁場 磁場這邊 這邊是出來的 繞過去 所以這裡的磁場是進去的 這裡的磁場是出來的 這裡的磁場是進去的 那磁場進去的話 那你衰減 衰減的話 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的這個 持通量變化 是往這邊的 磁場往這邊嘛 那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的話 代表持通量變化往這邊 持通量變往這邊的話 所以感應電動是往這裡 所以這裡它有這樣的感應電流 往這裡有感應電流 就是說我們 持通量改變嘛 就是說 持通量改變 會產生那個感應電動式 這個公式就是法拉第定律 那我們加個化 加個化代表你左手 如果沒有加化代表你右手 好 那所以呢 它感應電流是這樣的道理 我們現在來看 他說 就是說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兩回路並行放置 以致右邊回路無法產生感應電流 這是錯了 這邊也可以產生感應電流 而且感應電流是順時針繞 所以A是錯的 B 左邊的回路電流方向沒有標明 這個電流有啦 這個是正電 這個是正極是負極嘛 所以電流當然是這樣有的 因此呢 右邊回路的感應電流 異無法達致 這個當然是錯的 這樣看呢 C 右邊回路的感應電流為逆時針 錯 順時針 這樣看D 右邊回路的感應電流為順時針 這個就對了 所以答案應該選D